现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入9点钟 是我们新闻龙卷风军中黑幕玩点名的Live现场 大家要注意 新天晚上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有20万人在这个地方 注意到这群人 这群人自动自发的 这群人没有政党的后援 这群人是完全出自内心的而到达了现场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到现场呢 重点就在于说要求的就是一个真相 而马总统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在于说群众会自动自发上街头的时候 你政府的公信力 你政府的威信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就马上连线到我们在现场的主播林佳璇 佳璇来告诉我们现在目前现场的状况 主播还有一个观众 我们现在持续守候在凯达格兰大道上 那么目前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聚集的民众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现场 现在在主舞台的部分呢 1985行动联盟已经带领全部的民众要一起唱今天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 对这个贪腐的政权或者是正面对不公义的事件的时候 在革命的场合常常听到歌曲 那我们现在现场呢 已经由这个主办单位率领全体20万来参加的民众 一起唱这一首金管的主题曲 那我们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今天的气氛呢 在过去一个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哀期的 自从这个洪家的这个洪妈妈上台 感谢所有的这个道场支持洪仲秋的民众开始呢 就有不少民众呢 是边听着台上的这个出讲人讲话 一边事泪跟啜泣的 那么随后呢 有超过20名的这个受害的这种 这个军中的这个受害者家属上台 控诉他们的孩子在这个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就是 已经唱了今天的主题曲 你敢有听到聊天歌 好像来听现场的画面 大家注意哦 现场这首歌悲惨世界的主题曲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当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群众涌上了街头 好几十万名上百万的人包围了凡尔赛宫 而使得整个法国王朝的垮台 这也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也代表的是如果政府 你在整件事情上面 你不注意到全民百姓的心声的话 百姓自动自发走上街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比政党活动带群众上街头 而更为恐怖哦 马总统 你最好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群众自动自发的上街头的游行活动 而这样的活动是在没有任何的政党后援之下而上来的 而这样的事情发展之下 是否也代表说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的威信 完全遭受到了人民的唾弃 而这样子 是否这样的政府 能够再持续执政下去呢 这要让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 今天晚上有20万人 可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可是呢 军方的军高俭照理说是应该要帮洪仲秋的 因为呢 洪仲秋是个被害者 可是大家昨天呢 前天听到这个洪大俭拿出了吴义竹的自白录音带之后 军高俭曹金生讲了一句什么话 哎哟 我们被突击了 天哪 你把我们这些人民 不当作你的这些后盾 而军人却把我们人民当作是敌人啊 我想曹金生之前在媒体也不断的说过 他的立场是站在被害者家属这一方的 但是呢 从这几天事情不断的演绎下来之后 观众朋友 你们觉不觉得军事检察官或者军方 是站在被害者家属这一方的 你们觉不觉得呢 好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民意调查呢 现在也都出炉了 我们就先光讲起诉书的这个部分 就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说社会大众 你们相不相信军检这份起诉书 结果调查结果呢 只有一成相信 只有一成 百分之十的人相信 也就是有九成的人他不相信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相信 而这一成里头啊 如果你再把具有军事背景 或军方背景再扣掉的话 那可能不到半 零点五成了啦 你刚才你懂吗 好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相信 你说军检都是白痴都是笨蛋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公平 军检 军方的检察官一定也有在认真办案的 我说真的 可是为什么人民不相信 这跟你发言人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说实在话呢 你曹金生讲话 讲难听点 你本来就是前后颠山倒是 好几次被我们抓包嘛 是不是 就光讲一个起诉书里头的饮料事件 你刚刚讲被突击嘛 突击就是饮料事件嘛 是啊 813饮料事件 这饮料从你们当初一开始讲说这个饮料呢 这个范佐县呢跟陈宇仁呢 这个coco饮料 去了那边护士买了请他们两个士官吃的 对 coco饮料是外叫的 而且是灵性护士叫的 然后叫给他们喝 对不对 那到后来呢 家属突然拿出了 吴义竹辅导长的录音档之后 你们应该要哑口无言 对不对 结果呢 不是 你竟然在哑口无言不知道讲什么话的时候 你随便讲一句都可以啊 你可以讲说有新市政 我们立刻重启调查 没错啊 隔天不是他们就有派人去813了吗 对啊 你为什么硬要说出一句 我们被洪家给突袭了 这点就是不小心露出一件马脚 说出了真心话 就是代表你很多的立场 其实你跟被害的家属 你们是在对立的 难怪 洪九九不是讲吗 他说好几次的模拟 他说曹金生连看都不看他们家属一眼 好像把他们当成鬼一样 好 那我觉得洪姐姐讲的有一句话 也真的是很讽刺 就像你讲的 你说突击 那你就是把家属当敌人嘛 对不对 你就是把现在任何跟你不同 军方不同立场的人 你都觉得 我们根本是在找军方麻烦 观众朋友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在找军方麻烦 我们是在找那一份起诉书里头 还没有透露的真相到底在哪里 不然现在怎么会有20万人 穿着白色的衣服 在凯达格兰大道呢 对 说真的他们也不认识洪仲丘啊 所以呢 我们也不要很虚伪的讲说 这些人都是在为洪仲丘哀悼 不是 有很多人除了为洪仲丘哀悼之余 他们还要的就是 刚刚沈律师讲的 要让洪仲丘的死 有如泰山 将国军以后 司令刚刚所说的 国军以后这样的歪风 从此不会再出现才对 好 刚刚讲到吴义竹 吴义竹 曹青森替你讲话啦 他说你之所以会讲那个 饮料是陈以仁他们买去的 是因为你有看到了 沈旅长手机里的那个简讯 曹青森还帮吴义竹说他 说他有看过那个简讯 洪仲丘不是有传简讯给旅长吗 对没错啊 说我看到了市官长拿摇摇杯去813嘛 还记得吧对不对 但旅长会拿手机给他看吗 观众朋友今天刚好是礼拜六 我现在帮你整理 你刚好有时间耗诊一下来听一下 6月27号是不是送体检 对 6月28号送禁闭 然后7月5号 洪九九录到了吴义竹生论电话 这中间相隔8天 简讯的内容只有沈旅长的手机有 你吴义竹竟然曹青森说你看过 那你就是偷偷跑到沈旅长办公室去看他手机咯 那另外一个有这样的简讯内容是谁 就是洪仲丘的那支手机嘛 一个船一个收嘛 那船的手机在谁那 洪仲丘手机在谁那 在他们家属那 家属那嘛 那还是你偷偷趁半夜跑到洪家 偷看那个手机的简讯 也不是嘛对不对 那是什么 那还是沈旅长真的在6月28 对不起 7月3号出事之后 就把简讯赶快拿给你们这些高阶军官 一起来讨论该怎么办 还是这样吗 三个都不对啊 第一个你不可能去偷人家的简讯来看嘛 你也不能偷沈旅长的简讯来看 那你串供是不是也不对 那怎么说曹青森这样讲 不就等于有点漏馅了吗 你看过简讯才会说这些话 好我要讲的就是 这整个里头饮料事件 一个饮料事件就直接把你起诉书 打趴了 现在要怎么人民去相信 难怪只有一层相信 看看真的是只有一层相信 现在我们看到凯道上面有20万人在这边 20万人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看看军方究竟讲了什么东西出来 军方好像什么都没有告诉大家 再来看看政府给了我们民众什么 好像政府也没给我们民众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这凯道上面看到的只有 红妈妈的哀伤 红妈妈失去了儿子 红妈妈想要的是什么 红妈妈只要想要一件事情 我儿子为什么会死 死得真相 究竟为何 为什么我儿子会惹上这样的杀生之祸 而这样的杀生之祸的最初的原忠 究竟是谁呢 可是整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好像什么都没有看清楚 看看现在的live的现场 看到红妈妈刚刚到了现场的讲话的画面 我们看到的是红妈妈的哀伤 但是所有的群众也哀伤 因为大家哀伤的是 政府没办法给我们真相 军中没办法给我们事实 而现在这个时候 民众该怎么办呢 自发自动的群众上了街头 超过了20万的时候 这个时候马总统 你还真要小心点 因为这没有正当的奥远之下 这些群众上街头的时候 这也就代表说群众真正的对政府不满了 但是刚刚在提到的就是 这摇摇杯的问题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件事情的发展当中 有些地方还真有问题呢 因为曹金生他讲的话 军方对于这被害者家属 居然讲说被突击 但军方对民主委也讲了话 说到 有话 你干脆到庭上来说明算了吧 他是什么货事 我到庭上 可以 曹金生我们对赌 你敢传我 我就佩服你 你已经身杰起诉了 你还想传我 什么到法庭上面讲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跟我对着吗 曹金生 我现在告诉你 我昨天讲了 行政市官长 一五四四个女的 你今天就跑去找别人小护士 要不要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曹金生 你跟几个媒体人在那边谈的时候 你故意泄露了一些东西 叫那些媒体故意来修理我们 这种印度的手段 你会做得出来 周知人 他会有你这种部署 也算是国防部的法律师 真的 你闯大祸了 你看看 国防部法律师的司长 叫做周知人 我现在告诉你 你不要说 那你两天两夜 没有睡觉 我张某人已经奋战了 也将近三十天 我睡得比你还要少 这些人 可以说三个字 叫做不要脸 曹金生 你再说 你敢传我 你给我试试看 对不起 你要传我拍一部车 第二个 你要给我传票 你凭什么说 名嘴要到庭上说 你是我的长官吗 我不受军法限制 你凭什么叫我到军法庭说 你有没有法律知识 你有没有法律常识 所以 这种头脑不清的人 他只会对军方 伤害有多大 曹金生 刚刚 胡思令讲 说我们多讨论一天 被军方 对军方是临迟一天 可是胡思令呢 我告诉你 军方那有这种宝贝 就让我们天天临迟他 我只临迟曹金生 我不临迟国君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找出的是谁 是害群之马 他呢 就是维护这些什么 杀人要败 像话吗 为了一个曹金生 你曹金生 你去袒护这一些人的结果 你就让全体国君受到凌迟嘛 所以这个是逻辑问题嘛 我必须我要讲 曹金生 我现在跟你对话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也不是那个咖 我坦白跟你讲 那我打过十六场官司 那你打过几场官司啊 陈水扁告我十六个官司 我都不怕了 我还不怕你曹金生啊 今天真正临迟国君的不是我们 就是像你们这种人 一天到晚就袒护被告 我现在问你 你敢不敢明天传 黄天任的太太 行政司官长 你敢不敢传 我就跟你打赌嘛 你明天敢传 那我佩服你 你明天不传 你给我下台 对不对 你非要逼着我讲这个话 当我讲到一物事 你就去传小故事 好了 那个人就黄天任的太太了 是他妻子的 那我今天讲了 我就看你明天传不传 你就那个时候不要跟我说 哎呦 八一三哦 那个人是谁哦 我不知道 你不要给我装迷糊 我现在只跟你讲个一句话 我真的是非常的气 看你今天去传那些小故事 你有种 你传黄天任的太太 今天我讲了 我负法律责任 你敢不敢负法律责任 黄天任的太太 有没有去看医官瞧事情 何江中为什么叫他大嫂 如果你听不懂我的中文的话 曹青森请你撤路 我求你撤路 去问问行政司官长 跟黄天任是什么关系 至少黄天任是个上校 你还是个少将 你这个少将 居然要帮上市罪犯背书 你领务了中华民国 给你少将的军阶 我只有三个字讲 你敢传 我就敢讲 不然的话 我们对赌 如果我有讲错 那我下台 如果你有讲错 你也下台 看看 曹青森 你听到了吗 你这样子叫名嘴 到法院来说 而且用私下 用小话去跟某些 记者讲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 实在是件很荒谬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是 洪仲秋这个案件 我们主要针对是国军当中的那些老鼠屎 我们最主要是要当中要揪出那些败坏军纪的军人 但是所有的国军并不代表说所有的国军都是差的 因为国军里面还是有非常优秀 非常好的国军人才存在 可是曹青森 你真的是军法这方面来说 你是最高的军检署的署长 怎么好像讲起话来 怎么却偏偏好像没办过多少案件呢 但我们再说到整个案情的发展 其中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陈奕勋15万元交保 陈奕勋为什么只有15万元交保呢 其实他最重要的可是凌虐致死罪 这罪行来说算是一个最重的 从7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陈奕勋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陈奕勋却是15万元交保 从这个金额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那个关键那个文化都还在 他那个越往上 结果那个金额反而越高 代表的好像就是说 他们好像更有力 然后关键更高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你当然会发现说 其实法院也透露一种心态 就是他们早就认为 这个陈奕勋是不可能会跑的 因为他就是那个替罪羊 他就是第一线一定可能会被判 淋虐致死的那一个人 所以他不会跑 马上15万元就给他交保 但是问题是交保这件事情 我昨天就有讲过 他根本就是在演一出戏 法官在演戏 检察官也在演戏 你觉得根本就是一出戏 这四个人90万元就这样交保 这四个人一条命 这从中秋一条命 就值这交保的90万而已 没有错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从头到尾 其实都是一开始军检的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都知道 譬如说813这件事情 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伪造文书跟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今天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就是因为洪仲就死了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 可能跟他的死亡有关系 所以军检才要进来办 所以军检竟然故意在起务数上面 忽略了813 忽略了伪造文书 故意什么谈都不谈 跟陶检完全相反 陶检是可能性全部列出来 跟你讲说 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证据 他们不是 他们是连列都不列 所以陶检其实他的记者会里面 是可能性的列出 我找不到很多东西了 没错 军检得一对摆明暗示说 我军检你其实很多东西 根本没给我了嘛 没错啊 军检反而相反 他今天所有的东西 就是告诉你说 我就定调在这里了 那其他的可能性 他连列都不列出来 他不会说列出来 再跟你说反驳说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不符合 所以我们虽然把他怀疑 但是我们不能起诉 他不是这个样子 他起诉就是告诉我们 就短短的几页而已嘛 告诉我们说 这个案子就是定调在 妨碍行动自由 这个部分就是凌虐致死 你陈一勋一个人扛嘛 那这样的话 怎么还会有正义存在呢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在这个案子里面 所以我常常要讲说 这个一开始呢 像五四二这边 起诉书上面还讲说 他们有犯益联络 说他们是共同证犯 结果在法庭上面 他们每个人的证词都对不起来嘛 对不起来 而且好像都没有问到重点 没有问到重点 然后又对不起来 那这个不是表示有问题 不是表示可能会再回去串政吗 结果他说 对不起全部回去 你们是不是没有瞧好 回去瞧好再回来跟我讲好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可能有这样的含义在咯 没有错啊 然后再看这个813 跟这个伪造文书 为什么他们不办 其实军省他们是有权利 这个军检有权利 可以办这个伪造文书跟813 所以他们就是假象嘛 故意先办妨害行动自由 故意先办灵虐致死 其他的说 假装不办 但其实可能在灭证嘛 等到陶检说 我们今天终于来介入了 交给你的证据 什么都没有了 但军检有没有可能另开一个庭 因为在这个军检 他收到资料之后呢 从这个灭证的资料 跟包含可能是篡改 篡改一些体检资料等的时候 另外再开一个庭来审理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理论上他可以这样做 但他不会做 因为前面的动作没有做了嘛 都不会做 所以他可能灭完之后给陶检 然后陶检再出来说 对不起我们都查不到 又在帮军检背书啦 说巴尤检没有这回事 说伪造文书没有这回事 这个案子就这样定调了嘛 陶检又被利用了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陶检太晚触发的话呢 到最后就什么事都办不了 可是像军检现在这样子 陈毅勋十五万元 这么少的金额就可以交保 但是呢 是否军检 他认为说陈毅勋 他们已经没有串政灭共之嫌呢 所以才给他顺利交保呢 正好反过来 他们还认为说 他们有可能会串政 他们还认为有可能串政 有可能会串政 但是回去部队就不会串政了 这不是歪理了吗 这完全是歪理嘛 因为部队这个营法里面 我们连记者都进不去 我们哪知道他们里面在干什么 平常人在外面在家里 媒体还可以守候 看你在做什么事情 记者可以派一部车 军营连进都进不去呢 他进去之后 他们要怎么做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嘛 结果跟我们说 他们这样就不会串政了 这谁可以相信 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表示从头到尾 不只是军检 这个部分不中立 连军省都没有在中立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老板 就是同一个人嘛 所以我说过这个事情 其实呢 这个事情其实是 可能已经没有真相了 可能证据都已经灭完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至少还可以守住一件事情 叫程序上的正义嘛 如果我们程序可以走到正义 洪家的人可能也会觉得 比较欣慰说 没关系 大家都那么努力调查了 但查不到证据 但是以后 可能以后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改革 那洪周秋的这个走 还可以有一点意义存在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连程序正义 都不肯走 军检他不中立 很多人说 起诉说看起来 好像写得很完美啊 那个是完成品 当然完美啊 你要从这一个月以来 甚至说这十年以来 你看军检办案 每一次都前后矛盾 没有一次跟你说 遵守说 程序上的一个正义 他完全就是看 上面的意思在办案 法官跟他们 又是同一个老板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都自己人嘛 所以自己人起诉 然后再自己人审判 这没有意思嘛 就好像我今天 去总统府有没有 结果马英雄 可能打了我一巴掌 我说我要告他 就好像说对不起 总统府的人来办 总统府的人来审判 那谁可以相信吗 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 中立的一个存在 那律师 像现在你讲到 这个问题的话 那是否又回味到一个 现在的军事法庭 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也不在 动员开论时期 我们是否军事法庭部分 可能 maybe要废掉 等到真正战乱的时候 再恢复 而变成由一般的法院 来进行审理这样的案情呢 没有错 一切回归一般司法 才是正途 但是我现在就很怕说 因为待会他们就要出来 可能说要回应民众的诉求 问题就出在 九点半要回应 对 不管是哪一个 这个尤其是国民党团的 这个修法版本 其实有漏洞存在的 所以如果一出来 就跟民众讲说 我们会修法 就大家都相信了 十点大家回家了 那下一次游行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回去发现被骗了 然后再重新上一次街头吗 现在是民意可用的时候 应该要直接把所有的 全部回归一般司法 问题是要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国防部的法律司司长周世仁 他还在那边党说 这个我们要从长计议 我们不能够回归一般司法 然后真正有这个权力的司法院 他们要抢回来这个审判权 他不肯啊 躺在家里 跟你讲说 这个事情我们也要从长计议 真正有必须 一个要交出审判权的人 一个要收下审判权的人 两个都不动作嘛 这两个人才是应该去 游说立法委员 告诉我们立法委员说 我们要什么版本 我们必须要全部回归一般司法 所以这个时候民众 必须要给我们的立法委员 一定的压力 不然的话就一切 进去党团协商 协商可能到明年二月 都可能没有协商完 宏说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那连程序正义都没有 那宏家人他们要怎么行为 那这个宏仲秋的走 又怎么可以为未来的制度 做一个改革呢 宏仲秋的走 能为未来的制度做改革吗 但是我们来看看 现在林佳玄他们的现场 现场画面现在出来的是 姜美琪现在正在唱着一首歌 但这首歌里面呢 诉诸的是什么 当然还是诉诸的是希望 政府能给我们真相 我们来听听看 在一晚阴晨的天边 在有个口庭的房间 在桃架半价的商店 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 你是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我们有多少时间 能浪费 电话在天北 船正在安慰 也不足以应付 不能拥抱你的遥远 我的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个人过一天 想过一年 海的那一边 无意一遮远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看看江美琪唱的这首歌 洪仲秋为什么不在洪妈妈的身边 想想看 剩下六天就要退伍了 而这退伍 成为永远没有办法退的伍了 我们来看看 再过时间六分钟 六分钟之后 行政院要召开记者会了 而这个记者会里面有 国防部跟法务部 他们会为我们民众告诉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就来告诉你